孩子为什么不听话 第二期 男孩子 女孩子 一年级的小女孩 小豆豆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 毛豆豆正在被 高年级的大孩子欺负 大孩子们一边吼着 毛豆豆喜欢粉红色 毛豆豆是不男不女的惯孩子 一边朝毛豆豆扔石头 小豆豆赶紧跑过去 挡在毛豆豆面前 冲着大孩子吼 毛豆豆短头发 他不穿裙子 他力气很大 他跑步最快 他是男孩子 大孩子被小豆豆赶走了 毛豆豆就哭得更伤心了 我妈妈说 男孩子要保护女孩子 你却在保护我 成人的认知里 性别差异 很多时候 其实指的是性别角色 也就是男性和女性 在外貌行为 性格特征 职业特征 甚至喜好上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而 孩童对于性别差异的认知 不应该仅仅来自于大人们说 男孩子短头发 女孩子长头发 男孩子不能穿裙子 女孩子喜欢粉红色 以上提到的这些 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男女特征 而不是绝对的 除了性教育 我们应该让孩童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消除对性别差异的误解和恐惧 孩子 不要担心 你喜欢什么颜色 力气是不是很大 跑步是不是很快 被别人保护或者保护别人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会让男孩子变成女孩子 也不会让女孩子刷的一下变成男孩子 这里是教育博主阿图的生活圈 我们下期见 拜拜